哈囉大家好 這邊要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實況紀念中個人比較推薦的角色 當然每個人使用的習慣不同 這邊僅僅是你自己在使用上 比較好入手 用起來比較順的 比較不會卡圖劍的 來向大家介紹 好啦 這邊就準備進入正題 首先是第一位 帝王實業的有者 說實在話 其實帝王實業人很多 不太適合在開圖劍的過程中使用 但正統游擊砲其實不多 那有者本身能力自帶技巧型打者 力量打者 不管在大框還是強陣都很好用 守備能力也很好 那又可以堅守二壘 算是一個很好用的角色 只是說要考量到 會不會卡到自己圖劍的問題 那就請各位自行斟酌 第二位的話是島文河的面具男 他本身的變化球種很多 那也有帶Nobi 更重要的是他 他這位角色能堅守二友 在野手的能力中呢 跟有者一樣 因為技巧型打者 跟力量打者 守備能力也不差 在缺少投手的時候 可以當投手 在缺少二友的時候 可以當二友 是一個很可以靈活運用的角色 所以很推薦大家做使用 那在多守備位置 其實在這款 在這個實況祭典中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不知道下一個 你可能會拿到誰 那有一個多一個 守備位置在調度上面 會更加的方便 第三位是完章的東條 東條是我個人最喜歡的角色 等級面滿 打力看起來雖然說只有A 但其實也有到87的程度 也不算太遠 本身還自帶力量打者 跟廣角打法 又能堅守三壘跟一壘 比較不會卡到的 其他如果拿到高位打擊能力的 一三壘手 守備能力也不算太差 那重點是他的甩棒 真的蠻帥的 第四位的話是林本大佛 他球隊很弱 很好入手 球隊也只有這位角色 所以是一個蠻推薦的角色 也比較不會卡到圖鑑 角色能力其實是很強 有十格三種不同方向的變化球 還有比較強勢的蝴蝶球 本身特殊能力又超級多的 可以說是在時空紀念中 特殊能力算比較多的一位選手 真的要說的話有什麼缺點 應該就在於打擊能力比較弱 因為在時空紀念中 有可能會抽到沒有DH的場合 那以他的打擊能力來說 很有可能是造成一個斷層 所以是比較吃虧的地方 接下來這一位是文武高校的武秀音 武秀音的話打打等級練滿 就是他的力量 這隻是我還沒有練滿 但是在練滿的情況下 打框跟力量都會到雙S的打者 手臂位置也很有優勢 可以佔一雷跟補手 在沒有好的補手的時候 大般補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等級比較低的情況下 雖然力量還是不差 但是他的彈道會只有1 比較難敲出圈的 這是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再來是一流大學的雷轟 雷轟就是很標準的三雷大炮 但是他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堅守外野 本身整體的素質很高 就算外野站到中外野也不會算太差 走力啊尖力啊都有很高的水準 那更不用說他的打擊能力 S級的打力再加上力量打者 強拉打者 威壓感 跟對王牌 都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技能 那接下來是第七位GIGABYTE 3.0的初景田 我個人認為他是在時空技點中最強的補手 打擊能力一樣 S打力力量打者加上威壓感 那重點是他的手臂也算是頂級的水準 那可以看到他的各項的素質 尖力有B手臂有A 都是一個還不錯的水準 那重點就是他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他在於他有Touch A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 就是B手A可以陰到 提升投手的能力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然後接下來呢是古代大學的斬金 那以一個一雷手來說的話 其實他打擊能力比較偏弱 但是能多佔一個游擊 就是一個非常加分的選項 就像我之前所說的 能多一個手臂可以讓你的調度更加靈活 那沒有人的時候佔一人 那有拿到好的一雷手的時候 他也可以移放到游擊手 在沒有好的游擊手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那接下來三位呢都是會比流高效的 那會比流高效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他這三隻選手都非常的好用 你等於說打這間學校 如果一次能打下來 就是三個圖鑑都開滿的話 你等於說會有三個很實用的選手可以做實用 那第一位呢 暗野 暗野的好處就是 球速快變化球種做的 他本身有指帶自己的痔瘡球種 打擊能力呢其實也很差 也很好 就是像現在我這次還沒有練滿的情況下 他覺得打力就會有余的水準 那 缺點的話當然還是有 就是控球本身比較差 那有兩個負面的能力 但整體來說還是俠不遠一樣 就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同手 那會比流高效第二位的選手的部分呢 就是網田 那網田其實就是一個落號版的雷鴻 三雷炮 可以堅守外野 基本數值也很高 不過因為外野的部分的話 因為走力只有1而已 會比較吃虧一點 那整體打擊能力來說 也比雷鴻還要稍微弱一些 但是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第三位的話 就是霧騎 霧騎跟有澤非常非常的像 跟有澤相比的話 就是打框比較好 打力稍微弱一點 但是沒有特殊能力的加扯 這樣在使用上好用 重點是跟有澤相比的話 不像有澤會有卡圖鑑的問題 因為你只要打一次會比流高效 你可能就三隻都可以做實用 就不會像有澤卡住其他 你拿其他人的圖鑑的問題 那選手的部分呢 最後一位呢 就是 邊境高效的糖漿 糖漿的投球能力很好 有點像是 之前提到的林本一樣 那跟林本不一樣 就是他的打擊能力會更好 像現在看到沒有練滿的情況下 他的打力就會有1 雖然走力稍微弱一點 不過對投手來說 這也不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跟林本相比的話 就是特殊能力比較少 但是其實也就是夠用 最後的部分 則是要談到經理的部分 經理的部分的話 首推當然就是 水產高效的倉家 他的特殊能力呢 就是可以看到打擊能力 可以看到球種 那在1星的情況之下 可以看到 每3球可以看到1球 2星的話是3球可以看到2球 3星的情況下就是每球都看得到 能看到打 裡面的球種 會變得非常非常好打 這應該有在玩應該都會知道 所以可以說 他可以說是最好用的經理 那以上呢 就是個人比較推薦的 實況紀念的角色 當然有些上面 有些角色我沒有練滿 所以看到數值可能沒有那麼好 但是練滿之後 其實都是非常好用的 那也希望就是說 在這支影片上面 可以給大家一些幫助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大家